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下列五個數 這一個數 這個數 這個數 這個數跟這個數 五個數 將這五個數按大小 順序排列 排在中間的是哪一個數 首先我們看 這個多少 這個是2的八四方 這個是2的七四方 這是2的七四方 加2 這個是2的七四方 加2 這個是2的六四方 所以最大 當然是這個最大 然後的話 這個比這個大 這個又比這個大 這個如果叫做B 這個叫做B 這個叫做C 這個叫做D 這個叫做1 那2的八四方 最大 所以A 大有多少 大有這個 2的七四方加2 C 大有多少 2的七四方 D 大有2的七四方-2 B 大有2的六四方 1 那中間那個數 那中間那個數就是D D D就是他 所以是2的七四方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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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